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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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过难由我来承担 怕一点责任都没有 大家不都是为了朝廷办事的吗 哪有这么简单哪 如果朝廷都像你心中所想的那样平静相和团结一致 还哪有那么多的事啊 包拯啊 你知道什么叫朝政吗 包拯啊 你看这湖水多平静 一点波浪都没有 可是在他的表层之下 却是极流暗用 你如果掉以轻心地跳下去 准会没命 这就是朝政 假如高丽太子是在我大宋境内为宋人所杀 那么高丽国主当然会气焚 和约根本谈不成 他们会和辽国合作 到那个时候 他们会大局进攻我大宋 大宋父辈受敌那就非常危险了 如果是被高丽人所杀 那么就是高丽人自己的问题了 是属于他们的内讧 和我大宋一点关系都没有 到时候一切都会相安无事 所以无论如何调查要到此为止 为什么 因为我已经很满意了 包拯啊 我很欣赏你有头脑 将来你很有可能位列于我朝廷之中 今天就算是我先给你上一堂先修课吧 也许我只是卢州城的一名乙民百姓 我不懂也不理会什么朝政 对我来说只有一个信念 说说看 我的信念就是真相只有一个 我的目标就是找出真相 不计后果地找出真相 因为我知道真相也许不美 不 真相从来都是不美的 可却是唯一的 真实的 真相就是真相 如果因此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那也没办法 就让我勇敢地面对和承担吧 王爷 包拯告辞了 怎么像我年轻的时候一样的幼稚啊 初初你帮我看看 怎么样 有没有写错 不错 很好 是吗 有进步 真的 我拿去给沈大哥看看 沈大哥 沈大哥 小艾 有什么事吗 没有啊 我只是想让你帮我看看我写的字 进步多了 真的 是啊 要是再过两三年 你就可以考取状元了 沈大哥别让我取笑了 你心事吗 没有 我只是想一件案子而已 不早了 回去睡觉吧 沈大哥要不要喝茶 我给你泡壶茶吧 不用了 沈大哥 你脱下来我帮你补补吧 不用 谢谢 没关系 不用了 真的 没有关系的 来 不用了 我说我都不用了 对不起 你回去吧 哎 这么快就回来了 怎么没跟沈大哥多聊一会儿啊 哎 来 怎么了 吵架了 包黑探 包黑探 哎呀 懒虫 起床了 快起来 起来啊 包黑探 哎呀 大清老早的一个女孩子跑到男孩子的房间 你见见没有 扯扯的 成什么体统 快起来啊 太阳都摔屁股了 你见没有 屁股屁股的 这下黄瓜鬼你说的话 等太阳下山再叫我 起来啊 着火了 着火了 那你还不去救火 快起来 快点 哎呀 你这个蓝鬼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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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蓝鬼 下来 走啊 哎呀 你干什么嘛 你快点起来吧 小艾昨天跟上大哥又吵架了 我今天约了他们去郊外玩 走 咱们去帮帮他们 哎呀 你放开我好不好 哎 哎 包黑探哎呀 这件事情就拜托你了 起来呀 哎呀 哎呀 不要拉我嘛 你 起来嘛 哎呀 包公子 你看看人家多有礼貌 包公子 这位大哥 小人奉八贤王之命 请公子过府一叙 八贤王 重审案件 哦 包整啊 这你可别误会 我这样做 并不是说明我同意你那个什么真相 只有一个这种鬼说法 我只是不愿让人家说我以大欺小 给你个机会重新调查 我好让你心服口服 多谢王爷 不用谢我 包整啊 我可告诉你 三天之后 我可要启程回京了 也许把崔尚书跟高丽郡主一起带走 你听明白了 你只有三天的时间 请王爷放心 我一定不会令王爷失望的 包整告辞了 去吧 站住 包整你给我听好 如果这次调查结果 凶手不是崔尚书和高丽郡主的话 那你的麻烦可就大了 如果调查出来 真凶不是他们的话 两国便会开战 到时候 我们每一个人的麻烦 都大了 不疯了 不疯了 他们的人 都在带着 我一会儿 你都说了 你不疯了 我怎么能看 你不疯了 你怎么会 我得到你 他不疯了 我能不能给你 看他们两个在搞什么梦 我也不知道 你去问他们 你这个人一点意气都没有 大姐 你讲不讲道理啊 我已经只剩下三天时间了 出来很不容易的 你还说我没有意气 你们这些人哪 我真是搞不懂 只懂得什么国家大事 难道耳里私心就不重要了吗 我不知道 你去问沈大哥吧 有水啊 我要喝水 你又在想什么 没事吧 没事吧 你看 你又来了吧 好 你慢慢想 小艾 我们到上面去 你没事吧 没事 小艾 沈大哥 你屁股湿了 我刚才喝水的时候弄湿的 喝水还能把屁股弄湿啊 这个狼女啊 原来还有男人喜欢呢 那个男的呀 胆子可真够大的 他不怕死 也不怕给狼女吃了 狼女是妖嘛 有妖术的 男人逃不过他的无知关 沈大哥 你们两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只是不想小艾误会太多 误会什么 你们两个本来就 小艾在我心中 我只当她是妹妹 不会吧 不要再说了 她人呢 去哪儿了 回去了 去哪儿了 妖女也懂得拜计的吗 是啊 长得这么漂亮啊 真让我见爱有脸啊 走开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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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了 凭你也配啊 狼人没有资格立飞的 去死吧 死吧 你 你 你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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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咱们不要人啊 咱们不要人啊 快跑啊 kat 小艾 快 отд 小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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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这样 快走吧 八九 Pause 小艾 小艾 你别这样 小艾 小艾你别怕 小艾你别怕 没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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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怕 不要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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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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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 没事了 没事了 怎么了 有发现 沈大哥 我呀 我不知道应不应该说 我觉得 小孩对你真的很好 你千万不要辜负他呀 好吧 你们给我一点时间去想吧 怎么了 这是哪里 泥土而已 也许是粘在我们的鞋子上带进来的吧 为什么之前我没发现 你找什么 是太子的衣物 难道 难道什么 难道凶手是从这个洞爬进来的 怪不得太子一叫 衙衣们一跑出去 凶手就不见了呢 原来是从这个洞溜出去的 凶手肯定不是来一格的人 就是说 崔尚书跟郡主是冤枉的 那凶手会是谁呢 那凶手会是谁呢 谁跟他那么大的仇非杀他不可 这是什么 会不会是凶手挖洞的工具掉下来的 好臭啊 等我一下 来 拿来 什么 不会 不会 不会的 难道 小艾果真是有狼血的 就好像昨天一样 她一受到刺激 就会发疯的 不会的 绝对不会是她 现在去找陆骨头 请她多拍些人手把小艾找回来 不会的 我一定要查清楚 不会的 绝对不会的 不会是她 小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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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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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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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大哥 你看 他果然留着狼的血 愤怒起来就会发疯的 把高丽太子和七皇子都给杀了 太傻了 太傻了 你太傻了 有什么事情不可以解决呢 岂有此理 原来一切都是这个丫头干的 你们竟然蒙然不知 没有及时抓到凶手 令我国两个皇子 各死一乡 你们太混账了 两位太子的死我们责无旁贷 但是 要认真追究其原因 是不是 皇太子也有一定的责任呢 到了现在 你们还在吞些责任 难怪人家说 宋人艰险狡猾 不可相信 这可真是文明不如见面 来啊 把人抬走 慢着 滚开 我们有个想想的请求 把小艾的尸体留下 留你个屁 我要把他带回高丽去 鞭尸三天 暴晒七日失终 你敢 滚 要不然 我就把你碎石万段 山梁 来人 带走 告诉你们 两天后 我就要离开了 我已经给我们国王写信了 他一定不会就此罢休 一定要大宋血流成河 捧着瞧吧 走 郡主慢走 哎呀 这帮高丽蛮夷 真是太不讲道理了 明明我们是为他们开脱罪名 他们却要兴兵恭送 真是太不通情 太不达理了 要是我们随意让他们背上那个黑锅 这天下不就可以太平了吧 八王爷 你说对吗 对不起 本王从不假设 事实 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 庞太师 我还不想回去了 你看好吗 好好好 面对战争 面对生灵涂炭 八王爷居然可以泰然处置 实在让老夫佩服佩服 我讲 想必 八王爷已经有了处理之法 那还要烦牢八王爷回朝跟皇上 好好讨教讨教 也可说 好好讨教讨界 可许 神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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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走 一天以来 她一句话都没说 看不出 她对小艾的情谊 竟然那么深 也许在小艾死之前 连她自己都不知道 吃饭了 吃饭了 小艾这个孩子真是命苦 一个女孩子 姑姑伶仃已经够可怜的了 还落到这样的下场 好不容易有个人那么疼她 却没有福分 你说上天是不是太残忍了点 还有没有天理呀 你说是不是啊 怎么这一点点幸福都不行呢 是不是她有什么罪过呀 娘你就不要再啰嗦了 我怎么啰嗦了 我又没有说你 你发什么脾气啊 我哪有发脾气嘛 还说没有 你看你粗生粗气的 这是对娘说话的语气吗 你心里不好受是你的事 娘也不好受啊 干吗娘要受你的嫌弃啊 生孩子生孩子 生孩子惹娘生气 你 还不露生头猪 还可以杀来吃呢 你 干什么嘛 年纪轻轻的 眉头却皱得像个老人家 好了 笑一笑吧 我是不是做错了 小艾 虽然法不能容 情缺可恕 何况 她是在失去理智的情况下 杀人的 如果不是我坚持追查下去 小艾也许不会死 大宋也不会面临战争 弄得生灵涂炭 我怎么成了千古的罪人了呢 我只是个小女子 不懂得什么国家大事 对错的观念也很模糊 但是我知道 罪要紧是要活得开心 问心无愧 您怎么想的 咱们再看任职 您要扶刑 您一定会扶刑 您兜扶刑 您您带扶刑 您不要扶刑 您的话扶刑 您便扶刑 您姐扶刑 您吸引 对不起 干嘛说对不起啊 你不是说了吗 真相只有一个 怎么 后悔了 抱枕啊 我没说你错呀 我过去让你坚持 那是我作为这件事情处理的一种方式 是为了大局 我并没有责备你啊 正如你说的 犯了事就要有勇气去承担 现在不是回往前世之事 要往前看 想想怎么承担大宋所犯的错误 做出最大的补救 这可是你教我的呀 八贤王 不多说了 像我这种在朝政上打滚的人 在朝廷里实在是太多了 反之为了追求真理 一无反顾的人是少之又少 保证 听我一句话 你的心不要改 只是再多一点计谋和手段 公孙策 看着是不可一世自视甚高 其实他是个理直气壮的君子 这次就是他让我来劝你的 年轻是真好啊 可以抛头颅洒热血 只求问心无愧 好 抱着 大宋江山就依靠你们了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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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啊 是我不好 饭菜在厨房 要吃的话自己去弄吧 哎 娘 你别生我气啊 对不起啊 别说了 母子俩有什么对得起对不起的 吃饱了 早点睡吧 你已经好几个晚上没好好睡了 嗯 来来来来 谢谢啊 老板 谢谢 哎 陆大哥 包长 怎么了 去拜祭小爱吗 是啊 我们准备了一个衣冠中 去拜祭一下 哎 怎么了 又死人了吗 流氓打架吧 看 在他们旁边找到的金银首饰 肯定是偷来的 好 大概是分赃不均 大打出手而死的 嗯 好 不耽误你了 你先走吧 好 哎 等一下 干什么 哎 哎 这不是上次挑戏小爱的三个流氓吗 是啊 就是他们 怎么死了 奇怪 这有什么奇怪的 这帮流氓每天没事做 尽杠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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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些偷鸡摸狗的勾搭 是同一帮人有什么稀奇的 哼 走吧 我们先走吧 走 哎呀 你又在想什么 走啊 误了时辰不好 走吧 你打算以后怎么办 我已经决定 辞去衙门这份差事 过几天就离开这里 这是小爱生田最珍贵的东西 让他们跟他一起去吧 哎 沈大哥 这是小爱给你补的衣服 只是还没有补好 他人就去了 我跟小爱姐妹一场 希望能帮他完成这个遗愿 可是我的手艺不好 你就将就着穿吧 给我看看 快 走 这上哪儿去啊 去哪儿啊 还检查什么 娘 那三流氓不是已经检查过了吗 死云凹豆啊 娘 你就再检查一次吧 很重要的 是怎么回事吗 我也说不清楚 先检查再说 来来来 都说检验过了真是莫名气 快 来 娘 坐 来 脸上身上都有伤 胸骨断了一条 是殴打 直内伤而死 哎 娘 这是什么 哎 我怎么没发现 上次没有啊 哎 娘 这具也有 哎 娘 三具都有 难道 果然如此 果然什么 他们是被剑术高手所杀的 啊 啊 那这黄色的是什么 是脑叶 脑叶 脑叶 杀人者以剑 刺进他头顶的百灰穴 因为重剑太快 流血很少 头发遮住几乎看不出来 但是脑叶 却从鼻孔流了出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难道 小艾不是杀人凶手 小艾是被人陷害的 为什么 为什么 太师 请 包拯 你派人请老夫来 干什么呀 太师 我们中了凶手的圈套 凶手设了骗局迷惑我们 还杀了小艾 让我们认为凶手就是小艾 他自己逍遥法外 你在说什么呀 好 就让我解开这个谜吧 你看 太师请看 我发现 有一些泥沙是在血迹之上 这就说明 床底下那个小洞 是在凶案发生之后挖的 是为了迷惑我们 不过小艾 是否曾经发疯过 发了疯杀人是很正常的 小艾根本没有疯 那天小艾只是心情不好 加上有三个流氓侮辱他 所以他才发起脾气来 只是我们大家先入为主 认为他身体里流的是狼血 会发疯 会吃人 就把这种情况当做是发疯了 那天侮辱他的三个流氓 今天发现 死在荒郊野外了 从表面上看 他们是分赃不均 盗殴致死的 可是我娘检查过 他们真正的死因 是有人用快箭 从头顶的百货穴 直插下去当场避命 这个人 箭法极快 武功极高 绝对不是普通的流氓 他如此麻烦地掩藏死因 原因只有一个 就是隐藏身份 杀人灭口 其中最可疑的 就是小艾临死的时候 还在补衣服 而且只补了一半 如果小艾诚心要自杀 他断不可能把衣服修补了一半 放下衣服去自杀吧 何况 这件衣服是沈大哥的 是他最爱的沈大哥的 他怎么也不会指补了一半 不完整的 所以我说 小艾不是自杀的 凶手另有其人 说完了 幼稚 白费了老夫半天时间 太师 小艾是冤枉的 千真万确的事啊 大宋和高丽的战事 一触即发 这个女子的死 恰恰可以将本案了结 老夫所希望的 仅仅是给高丽一个说法 免得李刚和李希的死不明不白 再加上外交手法 或许能将干戈化为玉帛 老夫 这个女子的死 死得太是时候了 真凶是他就是他 真凶不是他也是他 也就是说 谋略上他必须死 其他的 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太师 老夫再说一遍 从现在开始 谁 再说这个女子 不是杀人凶手 杀无赦 庞太师 庞太师 小艾是无辜的 我不能让他成为朝廷的牺牲品 你说什么 我不能让真凶逍遥法外 小艾成了戴罪羔羊 死不明目 好 老夫最后问你一句 你不怕死 庞太师 我也问您一句 天理何在 少年轻狂 好 就为你的固执 付出代价吧 庞太师 干嘛发这么大火啊 上方宝剑 先斩后奏 我先替皇上办完正事 再和八王爷聊天 对 先替皇上办完正事要紧 随便吧 搞什么鬼 你们这帮宋人真狡猾 拿几个人来顶报 以为我们高丽人都是傻子吧 对不起 我们也是刚查到的证据 我们国王已经知道 两位皇子死在了宋人的手里 已准备 已准备 客日讨伐大宋 逃回公道 现在 宋人无能 到现在 真凶还没有辅助 我们只好不理皇命 辉军进城 把卢州城的军民 杀得一万是一万 八千是八千 我们抱着必死之心 就算一个也不能回去 但是 我相信这里的人 没有一个能活过明天 等等等等 有话好说 有话好说 八王爷 八王爷 这事我管不了 庞太师 是皇帝的钦差 手里又有上方宝剑 庞太师 表将军 请你相信 我们大宋 一定会给一个说法 包拯 你是全庐州城 最聪明的人 真凶一事 也是你们一手发掘出来 老夫献你一天时间 找出真凶 包拯 老夫对你寄予厚望 现在卢州城三万人的性命 就捏在你的手里 明天就是限期 你要是捉不到凶犯 就是欺君之罪 要么我们结大欢喜 要么提着你的脑袋 和祖宗的灵牌来 老夫要在大宋 祝你九族 绝你祖坟 好 亏你这个好子还叫得那么响 要是找不到真凶 不单是你 鸟子脑袋也要搬家了 就是嘛 你那么顶撞庞太师 他肯定不会放过你的 说什么高丽君进城 人家才不怕你呢 他手下那么多高手 他一定可以逃脱的 倒霉的只有我们这些 里面百姓而已 这次啊 你死定了 你们两个什么时候 跑到一起的 我 你看你 你还笑得出来 你说得对 无论如何 庞太师都不会放过我的 可是我至少有一天时间 去调查呀 你说过 做人最重要的是问心无愧 才可以活得开心嘛 还有娘 你常常教训我要做个 顶天立地的人 你辛辛苦苦送我到书院去读书 求取功名 我想不是为了名 也不是为了路 而是希望我们大宋多一个好官 为民请命 别说小孩跟我们那么少 就算跟我素媚平生 我想如果他有冤情 我不挺身而出 我的良心过得去吗 如果我查不了案 算我无能 可是我良心至少有案 如果我爹在的话 我想他一定会赞成我的说法 谁能告诉我 有没有这样的笔 能划出一双手 不流泪的眼睛 留得住世上 一种即逝的光影 能让所有美丽 从此也不再凋零 如果是这样 我可以安慰自己 在没有你的夜里 在没有你的夜里 能划出一线光明 留得住快乐 全部都送去给你 苦涩的味道 变了甜蜜 从此也不用分开 相爱的天和地 还能在同一天空 月亮太阳再相遇 生命中只要有你 什么都变了可以 让所有流星随时都相依 从此在人世上 也没有无奈的分离 我不用睁着眼睛 看你远走的背影 没有变怀的青春 没有失落的爱情 所有承诺永恒 恨恨像星星